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回顾高通今年5月发布的骁龙8PLUS 等于高通愣子回头,选择回归台积电 前两人火龙的情况终于在骁龙8PLUS上迎来讲温 这也才让Tiger对于下一次的真叠弹有了更多的期待 11月16日,高通正式发布第二代骁龙8移动平台 毫无疑问这是一款真正的顶级旗舰信 依旧是台积电4nm工艺制程 CPU架构使用1加4加3的组合 功耗减少了40% GPU则是新一代而专闹740 性能提升25% 功耗减少了45% 不过这只是数字而已 到底强不强,功耗低不低 还得看真机 这部,发布会刚开完 各家厂商已经纷纷跳出来 官宣会用上骁龙8G2 具体有哪些机型,老规矩 跟随Tiger来盘 小米13系列 关于小米13要提前发布的消息 应该也不算傻新闻了 不过这次小米倒是没官宣首放 而是用了率先发布 线上的机型还是13和13Pro 至于Ultro,还得再等等 目前,这两机子的外观渲染图已经出来了 其中,标准版是6.26英寸的小尺寸直屏旗舰 好消息是,看起来像四边等宽 有三星S22那位 换一消息是,是个直角边框 而且相机排布也有点怪 相比之下 小米13Pro设计类似 但就保留了大屏曲面的路线 核心的配置方面 结合现有的信息 Tiger也帮大伙都汇总出来 小米13 骁龙8G2 1080T 中国产肉性屏 67W有线加50W无线 新索尼IMX8系主摄 小米13Pro 骁龙8G2 三星2K16曲面屏 120W有线加50W无线 索尼IMX989主摄 今年官宣时 小米提到了可能是小米史上性能续航的巅峰之作 2K平要续航多长有点难 难道说 小平旗舰这次要站起来了 有意思的是 这次的官宣 官方并没有像之前一样明说机型 有传言说可能会改名 比如和MIUI 同步 叫小米14之类的 发布会应该也就11月30或者12月1号了 很快就能见分晓了 Vivo X90 Pro Plus 毫无疑问 早早就官宣的Vivo X90系列超大杯 同样也会用骁龙8G2 而且这次 尤其竟有骁龙一个版本 瞧这个数大而又不居中的模组 它变突了 也变强了 全新的VR字眼芯片 加上全新的全焦段四摄组合 注射 5000万索尼IMX989 一英寸超级大点 超广角 4800万IMX598 唯一没变的传感器 人想 5000万索尼IMX758 二倍光源 长焦 6400万V64B 3.5倍前望镜 另外还有三星2K6屏 120瓦加50瓦双快充 超声波指纹 IP68 发布会已经定了11月22号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它首发了吧 但是 大家已经猜到 接下来Tiger要说谁了吧 没错 大家别忘了还有摩托罗拉 摩托罗拉X40 2019年 摩托罗拉抢了小米9的 骁龙855首发 去年 摩托又抢了小米12的 骁龙8G1的首发 然后 这次他们官方发的文案是 帽子戏方 包括总经理陈静 也发了个截户的微博 目前 主角X40已经入网了 配置有骁龙8G2 加1080PLI的屏幕 加5000万三十 看样子应该也是拼价格的 到底是真截户 还是蹭热度 咱们可以等等看 OPPO Find X6 Pro 相比起蓝场和成场 同样搭载骁龙8G2 加英寸主射的 Find X6 Pro 可能会稍晚些发布 大概率是明年一月 配置Tiger就不多啰嗦了 处理器 骁龙8G2 相机 英寸IMX989 加IMX890超广角 加IMX890前往厂交 马里亚纳X芯片加哈苏 屏幕 三星辆K16 快充 150瓦加50瓦加5000毫安时 不过 晚点没关系 重点是从2020年的 Find X2 Pro 到2023年的Find X6 Pro 三年之期已到 滤场的真影像起见 终于又杀回来了 iQ11系列 和之前一样 iQ11系列依然是标准版直屏 加Pro曲面的双击战率 但 这一次的直屏 升级有点大 直接给了2K分辨率 加上骁龙8G2 120瓦加5000毫安时 加5000万三射这些配置 妥妥的 又是一款很顶的电竞旗舰 相比之下 iQ11 Pro的优势 可能就只剩下了快充和拍照了 快充参考iQ10 Pro 依然是200瓦加50瓦加4700毫安时用 相机则是给了X80同款的IMX866V主摄 以及VR字眼芯片 从继续爆出的外观渲染图来看 这次的设计 Tiger个人觉得是要比9代和10代更好看的 有点X70 Pro Plus那位了 1加11 今年1加只发了1加式Pro 标准版被刀了 来到1加11系列 好像是反过来了 目前出现的只有一加11 核心配置有 骁龙8G2 150瓦块充加5000毫安时电池 2K三星曲面屏 5000YMX8903射 整体来看 和iQ11有点接近 核心区别还是屏幕形态 毕竟现在两家的定位也差不多 都性能像的 就是这次1加11的外观吧 也更加放飞自我救世了 另外 不知道那个还没消息的1加11Pro 是不是准备留着上240瓦快充的车 至于三星 今年恐怕还是挤牙膏的一年 S23和S23 Plus都是长这样 就是屏幕大小的区别 配置除了换成了骁龙8G2 其他的几乎也没啥大的变化 快充还是老掉牙的25瓦 该说不说 比起挤牙膏 苹果还是略选三星一筹 如今中国产手机都在用2K直屏了 三星甚至都不给自家的新机安排上 至于超大杯S23 Ultra 确实是换了颗新的2亿像素主射HP3 同时上下把有所收着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总的来说 在骁龙芯片不再发热之后 Tiger能感受到 厂商们对于下一代旗舰手机的堆料都放得更开了 根据高通发出的图片来看 接下来足足有16个品牌将会使用这款芯片 除了Tiger今天提到这批信息都比较明朗的集子之外 很多小伙伴心心念念的魅族19和Redmi K60 也可能会搭载这款芯片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多新机即将登场 你最期待哪一款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